韩天实款奇葩辣条 看看你吃过几种 印度非典 印度 这里面该不会有马萨拉吧 香辣美味引爆舌尖 我这是削辣了兄弟们 没想到铲医竟然是河南 这不欺骗我又晓得心灵吗 就这还叫非典 这不就是普通辣片吗 吃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完全没有马萨拉的味道 不过真的好辣呀 家人们干净又卫生 干净又卫生了 干净又卫生了 哇这一看就很下酒啊 开一瓶二锅头的话 都对不起这袋辣条啊 一到老成都 可是写的是河南开封市产的 这辣条一定很正宗 懂得都懂 这里面一条一条的 虽然这里面没有牛肉味 但是这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以后把这袋辣条买给嫁进 今天晚上他们喝上一宿 又不爽 这个该不会是绿剑的弟弟吧 难道这个辣条会有不喝糖的口感吗 哦 是香葱味的 这么咸 老板你家绿麻辣不要钱吗 改名别叫绿爽了 干脆叫后闲得了 凶辣王霸 哦不对 是霸王丝 现在像这样撕中的辣条真是少见了 你看这里面全是辣椒 想必一定很辣 这一大口全部吃下 肯定是辣两头了 明天厕所都要给我包场 葱香排骨 没有葱 也没有排骨 但是里面有豌豆 独难特成 又是河南制造 这是为什么 哇这看起来就非常有食欲 这辣条与豌豆的搭配真的是一绝 我家倒入盘子中 不亚于一道明月饭 多长假 我敢打赌 这道辣条绝对是蹭攀子的热度 攀子 这道辣条不知道我能不能把握得住啊 你把握不住 看起来感觉很辣的样子 就这辣条替我转告嘎子 他握不住 我来 双口两口 好像我吃的米粉啊 我这是头一次见 这么有弹性 想必一定很好吃 哇 这QQ弹弹的感觉 你们吃过吗 果然没有翻车 特别好吃 一咬各吱各吱的 像嚼脆骨 这名字 好像在买给口臭的人群准备的 他们吃完这边不就香了吗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你看 天嘴片 他还是一款很经典的蜡片 哇 通红通红的 全是油 这款蜡片好香 让我闻闻我的口臭消失了没有 你们也来闻一闻 你不要过来啊 臭干 我猜这应该就是把湖南的臭豆腐给他压扁了 薄薄的一片 不知道打开里面他臭不臭 黑乎乎的一片 竟然闻着不臭 看来不是跟臭豆腐做的 这不是明摆的骗人吗 如今传说 如今 看来很难能嚼得动啊 我来掘一掘 这个完全没有骗人 真的跟牛筋一样硬的嚼不动啊 嚼得我的腮帮子好疼 这么多大条 不知道你吃过几块